第一卷,45章 走出這間屋的那一刻 我有一種風消消係,液水寒的感覺 直到清冷的夜風吹在面上 我才平靜下來 黑楚紅出於對民眾安全,下達了命令 這裡是一個合格的追殺令 我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車輛和行人 天大地大,好像現在都沒有我們的容身之所 我突然感覺到窮途沒路的淒涼 我們打的去了機場 幸好有黑楚紅的安排 我們順利地通過了安檢,進入了紅站樓 這可能是他最後為我們做的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黑楚紅這種行為是違反法紀的 他正在協助兩個證據確鑿的兇手逃亡 但是這樣說明了 他的警成的信任超過了黑楚紅一直堅守捍衛的職責 第三條條件到底是什麼? 這個問題在我心目中糾結了很久 我還問了出口 警成坐在的地方正好是監控的盟區 他猶豫一下還說了出來 我暫於專案組逮捕海灘 但是關鍵的時候 必須按照我的方式 我不接受警方的條例和規矩的限制 我嘆了一聲跟著說 唉,你原來首先要將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 不想受到法律的約束 在那一剎那裡 我終於明白到 黑楚紅為什麼會對第三條要求閉口不談 警成很沉穩地回答著我說 這個是捉到海灘的最好的方法 我壓低聲音問他 所以一開始 你就知道自己會觸犯法律 你早已經想好會殺人 你殺誰? 警成選擇了沉默 你說過我們是同類 既然是同類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隱瞞呢? 同類之間也應該有自己的私隱 警成淡淡一笑 把話題拆開了 回去之後你打算怎麼做? 去城北監獄重新調查吧 你去城北監獄 你猜城北監獄是你家裡開的? 上一次去 是因為齊國棟知道我的身份 現在呢? 我們是證據確鑿的在途空返 去城北監獄就等於送死 我苦笑下望向警成 然後跟著跟他說 我覺得你在任何時候 都會有出奇不意的驚喜給我的 原來你都觸手無策呀? 辦法不是沒有 不過一定要找到一個 能夠帶我們進入城北監獄的人 我再三衡量過 我想到真的有這樣的一個人 竟成萬筆驚意地說出來 現在死心塔地幫你的只有六羽請 但他是首席法醫 和監獄就完全不拉肺的 何況城北監獄是重犯監獄 如果他要完成申報手續 最少都要等好幾天 而且我不確定他有能力可以帶我們進去 竟成小少 意味深長地看了我的眼 跟著說 陸與情的確沒有這個能力 不過有一個人就可以 咦?還有誰可以幫我們呀? 不是幫我們 這個人應該會幫你 誰? 蘇錦咯 我從椅子上彈了起來 我張開口 半天都說不出話 竟成一本正經地跟我對視著 然後淺淺地一笑 這一次我真的幫不了什麼 靠你個人魅力 我的腦一片空白 他是我現在最不想面對的人 我曾經努力想讓他看到我的優秀 但最終我只看到了他眼內的失望和震驚 但是到目前為止 能夠有能力帶我們進入城北監獄的 也只有蘇錦 廣播當中傳來通知航班登機的消息 警成站起來拍拔我肩膊 笑著這麼說 不要想那麼多 至少他應該不會向你開槍 我亡然地跟著警成的後面 還在思索著 看到蘇錦的時候會發生的一切可能 突然間 前面的撞擊聲打斷了我的思緒 為了避開監控 警成的頭撞得很低 他撞到了迎面而來的人 一個穿得很樸素 略微地化了一些淡妝的女生 跌在地上 他手上的東西全部散落一地 警成去扶那個女生 我就幫忙撿地下的東西 我看看他旁邊的登機牌 那個名字寫著顧遠語 我把登機牌遞給他的時候 無意間多看了幾眼 這是一個很民靜的女生 有點像那些鄰家小妹妹 感覺到應該是知書達禮 聽話乖口那種 他一直向我們道歉 等他擔高頭的時候 剛剛好他見到警成 在那一刻 我感覺到他們兩個人 好像瞬間石化了一樣 用同樣吃驚的眼神 形視著對方 警成的從容淡定 似乎是與生俱來的 他的一舉一動 都有著貴族一樣的優雅 特別是他的笑容 對於顧遠語 這樣的年紀的女生來說 有極大的殺傷力 警成總是能夠 游刃有餘地應付著女生 但這次就例外 他的眼神除了慌亂之外 更加多的 是孤直的落幕 這個眼神我見過 第一次見到警成的時候 我和他在逃亡的車上 聽到那首一生所愛的歌的時候 他就出現了這樣的表情 他和對面這個女生 認識了很久 這個時間好像定格一樣 如果不打擾他們的話 他們好像這樣看著天方地露都行 警成? 顧遠語率先打破了兩個人的沉寂 他的聲音當中帶著一絲的欣喜 遠語 警成匯過神來 他努力地在嘴角擠出微笑 好像這個女生 具有能夠令他變得遲鈍的魔力 好久沒見你了 是啊 警成機械性地回答著 他有一種憔悴不安寧的緊張 他的自負高傲以及狂妄 在這個女生面前好像蕩然無存一樣 上次見你還是 七年前 顧遠語脫口而出 好處對於他們之間的點滴都是黑骨銘心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完全好像被遺忘的人 在他們的眼裡 他們只是有彼此 根本上都看不到其他 警成的口 抹大了幾次 又合了幾次 跟著說 我找到一份工作 又好像上次一樣突然消失的工作 顧遠語低下的頭 默默地小笑 他並沒有責怪的意思 但透露著無奈和失落 警成努力地令自己笑得自然一點 他的目光落在顧遠語的宗旨上面 一枚戒指在燈光底下閃亮著微微的光芒 我定了分 顧遠語應該注意到警成的目光 他很艱難的微笑 好像是希望在警成面前努力地表現自己的幸福 警成看著定分戒指出了實 那種失落雖然日於言表 但是瞬間又被他虛假的笑意所掩飾 他遲頓地想把自己看上去更自然一點 跟著說 他一定很幸運 我等過來的 一直 顧遠語的手緊緊地拿著行李箱 他的笑意開始透露出哀傷 警成極力地迴避顧遠語的目光 我沒有叫你等 是 你沒有叫我等 你就這樣走了 把我丟下在未央湖 甚至乎連一句解釋和理由都沒有給我 顧遠語笑得很淒然 我即時仿然答應 他在我面前的顧遠語 就是那個令他對未來有所憧憬和向往的蠢人 我一直試圖在腦海當中勾滑 到底是怎樣一個女孩才會令到這樣的天才 抖低了他高傲的頭 我重新地摸摸顧遠語 他的精神和矜持 否定了我之前所有的差異想 原來警成無法自拔和喜歡上的這個女孩 竟然是這麼文靜平凡的蠢人 我一直在這裡打聽你的消息 甚至乎我寧願希望你死了 這樣我會傷心 但事實上 顧遠語輕輕咬著嘴唇 努力令自己的笑容更自然一點 事實上 你只是習慣一個人 警成無言以對 他用微笑掩飾著自己的情緒 沉默了很久 他深深地吸一口氣 祝你幸福 警成說完之後 他和顧遠語擦肩而過 血絕而果斷沒有絲毫的流亂 我呆在原地 我感覺到莫名其妙的遠色和遺憾 我真的很希望 警成能對顧遠語說回什麼 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話 看著他柔弱的悲傷 我忽然想到了鬚感 那個我一直選擇逃避的女孩 警成 顧遠語突然轉過身來 你不是真心的 不是 你不會祝福我 警成轉過身來 再次仍望顧遠語 我期待著他 能夠額頭承認自己的虛偽的大度 但是警成仍然沒有出聲 只有眼神當中的傷感和眷戀 你能不能夠有些男人的勇氣 如果有一次的話 我希望是現在 沒有一次險 沒有一次險 開口叫我等你 顧遠語的聲音近乎於黑球 警成咬咬咬的嘴唇 他靜靜地看著顧遠語 沒有出聲 不要將你那套心理分析 用在我身上 我知道你怕失敗 我可以告訴你答案 只要你開口叫我等你 我會的 顧遠語強忍著眼淚水 他無助而哀傷 不管多久 我都會等你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 希望警成變成顧遠語一樣的蠢人 因為蠢人總是簡單而又盲目 顧遠語需要的只不過一句承諾 警成可以給到他的 我想見到他面上讚開的是幸福和甜美 警成丹高的頭 認真地和顧遠語對視 他充滿著睿智和理性 我掩護他這個時候的目光 他用陰屈和冰冷取代了之前的眷戀 也用沉默回應顧遠語的哀求 這個需要很大的勇氣 是不是 顧遠語咬著嘴唇 始終都沒有被眼淚流下來 他黯然失色地轉過身 他動作笨拙地拉著行李箱消失在行人當中 我想說些什麼 但我沒有辦法開口 我何嘗不是好像警成一樣 一個不懂得珍惜的人 根本上沒有資格去說其他人 警成走到行站樓的窗邊 靜靜地站立 他一言不發 看著窗外的停機瓶 我站在他身邊 我沒有打擾他 旁邊的航班信息顯示 顧遠語所乘坐的那班機已經起飛 視線當中 一架飛機快速地滑過跑道 在空鳴聲當中慢慢地升起 我看見 警成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那架飛機 他的哀傷和眷戀寫滿了他的臉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油藥 他的嘴角輕輕地震動了幾下 他的聲音很小 他說出了兩個字 等我 等我 喊